而新闻一开始我们现在看到昨天的空军一起的飞安意外 这是一架幻象战机 昨天在新竹基地在进行任务滑出机堡的时候 结果左右主义下方挂着两具的附油箱突然掉落 吓得地勤人员好大一跳 结果战机立刻返回检查 目前空军则是研判 朝向是人为误触电门以及基建故障方向来调查 而最好显的是当时战机是滑进跑道是低速进行当中 如果那个时候相反过来是战机要起飞 那么砖满油料的油箱掉落地面恐怕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意外 我认为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可能是基建因素就是那个没有挂好 没有挂好在地面滑行的时候这样就掉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会比较低 因为同时两个一起掉 那要同时两个没有挂好 那这种的几率可能不高 但是我认为也不要完全排除 另外我看看我判断可能是误触了电门 也有可能 因为在滑行中有滑行中的检查 有些相关的程序要去做 那人可能这个眼道口道还有手道 在这个状况之下可能没有完全配合 可能有误触电门的可能性 我认为也是存在的 然后造成通电 一通电之后造成这个油箱抛头 一抛之还好是在地面上没有在起飞 如果起飞机那样的话会掉到民宅 或者是这个街道上面会容易造成人员的伤害 那在地面上的话因为毕竟是滑行道 滑行道或者在跑道当中它掉到地上 那这样的话没有造成人员的伤害 我认为这种误触电门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机械因素的可能性不要完全排除 但是可能性会一次要两个同时这样子抛头 而且是因为机械因素而产生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要完全排除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高 因为要不然的话如果是建筑那掉一个 你两个都没挂好 那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为乎其为 我认为机械因素的可能性我们不要完全排除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